中国当局在摧毁维吾尔文化的同时 在东都决散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 美国网络媒体BossFit近日发表了一篇报道 称中国政府如何在喀什摧毁维吾尔族宗教和民族文化 然后将维吾尔文化的发源地这座城市 变成汉族游客的迪士尼乐园 库尔邦节的第二天 东都决散非政府组织和数百名维吾尔人 一样参加了由土耳其移民事务总局组织的 与突厥族裔和移民社区一起度假库尔邦节活动 宴会上 土耳其内政部长福莱曼·索伊鲁先生 接待了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民族的代表 并听取了他们的诉求 在活动中与维吾尔人进行了真诚交谈的索伊鲁先生 在其社交媒体战火中表示 我们祝贺每一位不能在自己土地上庆祝节日的人 感受不到这个节日的人 从东都决斯坦到也门 从阿拉干到巴勒斯坦 从我们的伊拉克图库曼兄弟 到我们的阿富汗的图库曼兄弟 我们祝贺每一位穆斯林沃尔邦节快乐 中国镇州今天7月10日早上有数千个被骗的主户 举行集会示威 当局调集警察和便衣前来弹压 双方发生暴力冲突陷入混乱 一些视频显示 大批船警服人员和便衣人员排队跑步进入示威现场 然后便衣人员冲进人群 与示威者冲突撕打乱作一团 据介绍近几个月来河南四个镇村银行暴雷 导致40万家庭的存款消失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人为就是否撤销部分对中国货品家账的关税做决定 要指华府会逐个选项审视 拜登政府内部便传出 拜登总统有意减免中国商品关税 将其作为日益减轻 将其作为减轻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的一项措施 中国和巴基斯坦周日在上海的一个军事港口 举行了为期四天的海军演习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发言人刘文生表示 此次演习被称为海军国防二号 是两军之间的定期演习 将在年度计划框架内进行 7月11日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 举行大规模游行 以纪念斯布雷尼查大屠杀27周年 这场大屠杀被描述为二战后欧洲最大的人道主义悲剧 至少8372名波斯尼亚平民 被塞尔比亚军队残忍杀害 与此同时 美国国务院重审支持那些继续寻找1995年 斯布雷尼查大屠杀中遇难者尸体的人 以及那些寻求将负责人甚至以法的人 联合国指出印度将在2023年 筹过中国成为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 联合国当天发布的一份报告称 到今年11月15日 世界人口预计将达到80亿 印度将在2023年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